美国佛州的奥兰多迪士尼度假区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园区 里面的卢韦西改善区更是享有自治权 迪士尼可以在卢韦西改善区自行建设道路 供应水电和设置消防安全以及行政机构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缴交部分税项 不过这项55年来的特权却即将遭到取消 原来是迪士尼在性别教育理念上 和佛州政府正面杠上 因为佛州政府今年3月通过一项家长教育权利法 又称为Don't Say Gay 别说同性恋法 禁止对幼稚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童 教导性倾向与性别认同 引发迪士尼大批员工反弹 迪士尼执行长甚至宣布 停止对佛州的所有政治献金 似乎惹恼了在佛州掌握优势的共和党 佛州众议院和参议院火速表决通过 撤销迪士尼在当地享有的自治权 共和党籍的州长德桑蒂斯 也正式签署这项法案 预计在2023年6月正式生效 尽管迪士尼公司之后每年可能必须多缴上千万美金的税款 但公司所承担的200多亿美金债务也会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 当地居民可能需要缴交更高的税金 只是外传州长有意出马角逐下一届美国总统提名 这回迪士尼遭到开闸 选民买不买单未来还有待观察 静新闻 甘萱萱 陈思寅报导